建議是用2.33的Google API S的版本 那你會發現只要有一個Android的版本 它就會對應到一個Google API S的版本 那這兩個之間有什麼差別 特別注意 其實Google API S的版本只是說 它擁有上面這個版本所有的一切功能 然後又多了什麼 Google API S的相關的這些程式庫在裡面 所以它只是多了一些東西而已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模擬器是Google API的模擬器的話 它也可以run所有的app 但是它可以多run一些 比如說Google地圖 所以這地方的話請各位先檢查一下 你的喜好設定裡面有沒有Google API的版本 那建議是用10的版本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你們如果沒有你可以用什麼呢 這個Android SDK Manager 去把它做升級的動作 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沒有呢 你可以看一下 在2.33 比如說2.33這個版本底下 一定都會有一個 這個Google API S的這地方 那如果說你沒有出現的話 表示你這個後面呢 各位看一下 這邊呢有一個install 表示我有install 如果你沒有install的話 就拿去install 那你就把它打勾之後的話 再做install 就可以產生這個版本 這地方特別注意一下 那順便講一下 你們在安裝的時候 建議這兩個千萬不要打勾 這兩個千萬不要 上面這個版本也不要打勾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呢 現在你的版本 這個上面這兩個指的是ADT 那ADT如果說呢 你這兩個升級之後 你的SDK也要跟著升級 如果兩個ADT跟SDK 兩個沒有match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work 所以特別注意哦 你在執行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現在雖然是舊版的 可是我對應到的 也是舊版的SDK 是match的 可是如果我把這兩個升級 我的SDK沒有跟著升級的話 那你會發現 會很慘 因為呢 你的之前的專案 就沒有辦法正確執行 順便講一下 因為很多同學發現 發生這樣的問題 OK 第一個是有關於那個 Google這個地方檢查一下 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就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建立模擬器 模擬器部分的話呢 請你在這個模擬器點一下 New一個模擬器 那模擬器的話呢 我們就叫做API API 加一個小寫S 然後呢 Targets的部分呢 就選擇什麼呢 Google APIs這一個 那其他的相關的設定呢 就跟這個 其他SDK一樣 API S 然後這個Targets 就選擇這一個 10的版本 就是2.33的 512 然後HVGA 按一個Create 那也就是說呢 你將來要執行地圖 你一定要在 有API S的模擬器裡面 才能被執行 如果不是的話 很抱歉 沒辦法執行 我把它執行起來 第二步就完成了 檢查跟產生你的模擬器 第三個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呢 就是我們要去產生這個API Key 我才有辦法 就是看到地圖 那我要怎麼產生這個API Key 接下來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喜好設定裡面呢 有一個Enjoy 裡面有個Build 這邊有個Build 裡面各位就可以看到 你的 這個所謂的 Debug Key的路徑 那我要怎麼樣 利用 Debug Key 這個Debug Keystone呢 幫我註冊一個 這個API Key 我想這部分 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 稍微設定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個部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